以維碼是一種可以給機器讀取和儲存資料的條碼 掃描後會連接到網站或者應用程式 更連被廣泛應用 大家見到廣告的著數優惠 或者電子支付時都一定用過 單潛藏很多風險 曾經入網購包裹 就出現不明耐力的中獎QR Code 有人騷完最終被偷錢 為換省市民危機意識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核下的反詐騙協調中心 在2022年進行了 名為全民反詐大測試的全港性防騙宣傳活動 在社交平台、AOS和交通工具 寒燈藝詐騙廣告 吸引市民掃描QR Code 結果兩星期就有30萬人中招 基於不同的手機系統 我們不一定直接看到QR Code連接的資訊 所以大家要謹記 掃描意為馬前必須提高警覺 確保來源可靠 特別是公眾地方的QR Code 有被喘改過的痕跡就不要掃描 如果是有著數的QR Code 可以先上官網確認真偽 連接去網站URL的話 記得小心檢查域名 如果連去網站或者應用程式 要做交易或者留資料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 最好經官方途徑下載軟件 不要經QR Code 亂按下載 最後安裝防毒軟件 攔截安醫程式 那就沒有拍了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會再次看 我們會再次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